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非為武術》 由你講 由開始了 李師傅 你好 我們解答觀眾的問題 第一條問題就是 這位朋友說 練了百段感 他覺得頭一兩週 他們的全聯影天的招式 都跟他們學的差不多 他問他學你這個基本功有什麼好處 兩種性的 百段感是一個健身器功 以前我在健台 我也有教過很長的試想 練力功夫就是一個 練習上跟氣功 是沒有關係的 練習是一個呼吸的氣功 而這個基本功 我這次試上的基本功 主要是訓練為一個 大的運用 另外肌肉、筋肉、關節、各方的 一個訓練 即是跟這個 即是大家不看得一樣 可能某些招式在形態上 好像很緊張 會有很緊張 因為拉伸、拉伸 那些跟這個 有些關心 好了 我們第二條問題 那些問題 都問了 學功夫要用怎樣的呼吸 才是最好 甚至有沒有呼吸問題 對我來說 學功夫用怎樣的呼吸 我們都要分清楚 我提議朋友 全部都要用自然呼吸 給他好一點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你刻意去閉氣 或者把呼吸拉長 縮短 你可能跟我們的動作不合 所以我覺得 也不要把呼吸 放到這麼前後 總之前呼吸動作搶順 這樣就可以了 是否理解呢 即是開始的時候 就不刻意這樣做 但是到一定的水平之後 這個就有水平 有兩種 如果你是借助呼吸 或者發聲會發力的 你要在這方面 是注意到一個時間方面 怎樣配合 另外一種就是 例如我練耐家功夫 例如我打太極拳 或者八卦掌炎耳拳 那些 呼吸相對跟那個動作 是比較猛烈一些 要求高一點 有時候 你的呼吸的次序 就要跟這個功夫 是要緊接得好一點 但是如果是一般 我們一些在場 那一般都是呼吸就可以了 即是不需要太多刻意 要怎樣練到 練到呼吸才能呼呼 反而 反而 先學了功夫 慢慢你自己的需要 自己的掌握 對 好 接下來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就是師傅你的粉絲 是 他說兩年前 在麥花審 當時 即是看麥花審 聽過我們講座 他說 為何那時候講座的內容 比現在線上更豐富呢 好 多謝你的頻道先 支持我的活動 兩個性質 因為上次 我們那個講座 是針對一些 懂功夫的朋友 然後呢 有些朋友給我打電話來 你飛鏢 你的廣座 我來董事長 你可不可以講些什麼 給我聽聽 那樣子 所以內容 是比較豐富一點 還有層次比較深一點 但是在我這個線上傳承節目 我們的考慮就是 一般未學過功夫的朋友 不管他是 人發作 或者小朋友 年輕人也好 我們的構思就是 他們未學過功夫的人 所以我一定是由我這個 由淺入深 由簡單 慢慢 讓我們容易明白 容易掌握 所以兩個性質是不同的 那你朋友呢 應該都是留意的 跟著你 我們這個線上傳承節目 都有兩部份 第一個部份就是 經過篇 是 就是講這個基本功的 那接下來呢 在下個月呢 我們有推出一個 就是自我防衛篇 那這個內容更豐富一點 其實都是同樣的時間 就是會分成兩部份 所以下個禮拜 或者下個月 他們會看到我們 另外一輯 這個自我防衛篇 就可能會更加豐富 希望節目防衛篇 能夠令到這些朋友滿意 OK 好了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希望大家繼續欣賞 我們線下線上的傳承影片 那你也要報名參加我們 我們是線下工作幫 那在我們訂閱我們的網站 報名參加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